三十信念的每一时包含了七个仪轨 三十信念每一时包含诵经、念佛、讲演、行道、忏悔、发愿、唱战等七个仪轨 在这三十信念里面总共有七个仪轨 仪轨总共是第一个就是讲演、开示、导读、诵经 拜参、花愿 这当中演讲就是我们的奥秘陀佛的经文 开示由我们的法师出家众生女 介绍我们每一时第一时、第二时、第三时里面的开示 三方开示 拜参呢 拜参是我们的往昔所造诸二叶 皆由无始谈成词 这一段的拜参 就拜参 还有我们的花愿 我们要花愿度众生 众生无变是愿度 花门无量是愿行 就花愿 所以说在我们的中欧三十系列里面呢 我们总共有七个导读系段 三十佛式里面有第一时、第二时、第三时 在古时候的印度 把一昼夜分为昼三十、夜三十 由此可知 这一世是以身为昼夜不屑 细念就是世尊在净土三经里面教我们修学往生净土的方法 观经里面讲 一心细念 无量寿经讲 一项专念 在无量寿经里面 罗什大师的译本是一心不乱 而玄奘大师的译本也是一心细念 所以细念是念佛的秘诀 十方新闻还会如许建议 评东采放报道 本来是两者和玄奘大师的证定